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这一条里面有一段叫做 不坐高广大床 有没有 这个最后 不要讲太多 这个 不坐高广大床 我们现在 在外面要买那个床 结果都大大高高的 高高大大宽宽的 有没有 是不是啊 不坐高广大床 这种 显出来给大家 然后看大家一下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这个偶一大师 在这个八观在这里面 讲得很详细 大家有空气可以看 因为我没有时间 但是我可以用一个简单 跟大家说明 比方说我家里一个床很大 很宽 但是我今天要说八观再见 我又不能睡在下面地下 冬天的时候很冷啊 这个对身体不好啊 这个寒气很重 你看师傅坐在地下都感觉不舒服了 我招凉 我招凉 所以你看师傅这个地下 这个很厚的 有四层的 如果今天我们在家里 这个床又很狂 又很大 很高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坐高广大床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你家里不是有毛巾吗 洗澡的毛巾 那个大的啊 大的毛巾 有没有 一个人用的那种 大大长长的 你就把它铺在你的床上 什么意思呢 我的床的范围就是这么大 就这么做法 你明白吗 但是人呢 很多毛病啊 睡来睡去啊 不像以前 以前的人睡觉很整齐的 一睡 好像死人一样 以前的人在睡觉 好像死人一样 一个躺下去的 如如不动的那种 现在啊 翻来翻去 翻来翻到 本来在左边翻到右边去的 像我以前啊 我以前跟我父亲睡觉的时候 你看哦 我明明我们的床都很广 你看我翻来翻去 把我爸爸 把我父亲剔下去 那你怎么做呢 用这个毛巾盖在这个床 这个我今天说八观再次 我就依这个毛巾的范围 作为我的范围的宽度 要这样做 所以此界是火坡的 不是死板的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这个简单跟大家说明 像你看我们现在道场 如果建道场啊 给那些带在家人来挂单的 那个床啊 很广很矿 一岁就是十几个人 你说 这个是不是属于犯戒啊 不能这样讲啊 所以你要说此八观再次记得 什么都不用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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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